我們歡迎黃柏凱 借我們帶來 你的RNG真的是RNG嗎? 不只是Rand 亂修產生機 謝謝 謝謝就是辛苦的新竹系統軟體社群 那我今天要講就是 我們常常會用到的就是 Rand的RNG 那我是誰? 我是黃柏凱 然後就是一個Programmer 那我待會兒可能不小心講出RNG 產生機這種像是 今天的OOT這種農詞的 哇如果不小心講這種農詞 然後請大家多多包涵 然後這個BIN是 這個是那個HackMD的那個 SlideTemplate上面的 但我覺得大家很可愛 所以我就特意把它留下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就是 就是我們對這個段扣應該還蠻熟悉的 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在C語言簡單扣一個Rand 那我們就扣SlideLibrary 然後 我們就給它一個SRand 那我們就可以簡單的輸出一個簡單的Rand 然後我在這邊有個小細節是 它的Slide跟0跟1 的話 那它的輸出會是一樣的 這個其實之後 我待會去看一下SourceCode 那這部分其實 它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那 好 就是因為剛剛那個程式的話 我們就只會輸出 同樣的 你不管怎樣 每次執行都會輸出同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 你可能會include 就是一個Tine.h 然後你就把 現在的TineStamp 都會進去 然後可以確保 每次輸出的 結果都不太一樣這樣子 那 那 這段Code是怎麼執行的呢 那 我這邊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就是 Rand 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 基本它會有一個 嗯 這些 就是看 你這些InputBuff可以不用看 那 你就把這個State 當作 某一種 QPS的State 那 它會用這個State去乘上 1035 1524 U 這個值 然後再加上1235 就是1235看值的看有點隨便 但 它就是 它就是1235在SourceCode裡面 然後它會去跟07FF 這個 我記得是2的31四方做 做End 那你這邊可能看不懂 這段Code到底在幹嘛 但 基本上你每CodeXRand 它就做一件事情 然後 它會把現在的Value存起來 當作下一個State 然後 再把這個Value做輸出這樣子 然後 但 這裡其實 這個Result並不會是 最後的真正的輸出 因為 如果這樣子可能會 他們會覺得有點太簡單 所以 它還會再 除上一個 2的密次方 方式輸出值這樣子 那 這段Code在做什麼呢 這段Code其實在做 一個叫 Linear Congregation Generator的事情 那 它的數學算是可以顯成這樣子 就是 State N加E等於 A乘上 XN加C 然後 mod 那 因為有mod N的話 所以 它這State 你就會確保上 它永遠 它是指在01到N-1這樣子 那 所以 我們看出這個end 其實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操作 就是 因為 只要你是2的密次方的話 你在binary裡面 那 你做一個mod 你基本上就是把 你就只是mask前面的beat 所以它是一個 藉由一個簡單的beat operation 然後可以 省除掉 就是你做mod operation的動作 那 這邊有個 小數學 大家有空可以去研究一下 就是 你要怎麼確保說 你 你 你做mod 你可以確保說 你0到N-1 全部的State 都可以看到 就是你不會 今天可能說 5不會出現這樣子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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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跟C跟N 基本上會有一個 數學定理 叫Hard of Pursure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進去這篇 或有附個論文 大家可以有興趣進去看一下 對 那 剛剛講的就是 Linear Congregation Generator 它 我們叫它Pursure th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因為 像剛剛看的 它就是 它是有機可循的 它並不是 隨便冒出來說 1 2 3 4 5 它是就是 它是根據一個嚴格的數學公司算出來的 那 在我們軟體 如果你承論軟體的話 其實 我們都 會叫它Pursure th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就是 你 你不可能會有真正的 真正的 真正的亂數 我們會叫它 true th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那 基本上這個 我們會需要一些 額外的Hardware的 支持 像是 大家可能會在某些 可能 respey pi 然後它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其他的module 然後你基本上 就可以達到這件事情 這樣子 但如果我們就承論軟體段的話 那 這件事情是 不太可能達成的 對 那 剛剛介紹的 Linear Congregation Generator 另外一種就是 Linear Flap Shift Register 我不知道這個大家有比較常聽過 但 在硬體的執行上 其實是 比較容易實現的 這樣子 對 那就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LFSR 那LFSR 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 你給你一點串bit 然後它會取其中的特地位元 然後做Excel出來 然後把它當作新的 新的一個 你會得到一個0或1 那你把它的0或1 你就把它塞進去這個 新的Stream裡面 然後你就這樣做Shift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 周而復始而做這件事情 那 這一個 這個架構可以被寫成一個 特徵多項的是 就是 你有把它做 拿來做Excel的那個 bit的話 那你就 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有那個像 對 然後就這樣寫成一個 特徵多項的是 然後 這邊 的一個 Ceryl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有 N個bit的話 那 LFSR的話 最多就會有 2N-1個period 這個2N 之後會-1 是因為 我們 如果全部都是0的話 那它的output 就always都是0 所以 所以它把這個0去掉 對 然後 所以這邊的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一個特徵多項是 它有一個 Primative的性質的話 那你就可以達成 達成 這件事情 對 然後 真的會用在我們生活中的 可能是 LFSR的一個變形 叫做 Mason Twister 那Mason Twister 主要是用在 就是Python、R、Ruby 跟MateLab的 Rendon的 產生這樣子 那它有非常多的States 但 有非常多的States 其實 並不是代表 它就真的比較high的Rendon Qualty 就是 大家可以先記一下這件事情 那 基本上 雖然說很厲害 不過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很 它就是一個發強生 就是LFSR的集合體這樣子 對 那 LFSR其實在 Linux的RNG裡面 被管放的運用在以前 LFSR因為 有一些缺陷就是 我 因為有一些缺陷 所以它 它其實就是會 其實變成 就是ctf的 常見的題目 就是你可以去 用一些solver 然後我這邊附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喔 我size有附在共筆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那 所以LFSR其實你是有辦法去破解 所以LFSR的 安全度其實現在已經 不再被信任 所以 可以看到這個commit 就是 LFSR 應該我看到 幾乎是最後一個LFSR的 再來的commit 就是LFSR已經被取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 back2es的 這個 這個hash function 那我們現在 大概看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要用Linux的 Rand的時候 到底會做什麼事情呢 它的大架構大概就長這樣子 這個可能 這圖可能有點過時 那 基本上它下面會有各種 各種input的 entropy source 就是你可能會有 我剛剛講 Rand的時候會有一些的時間 然後甚至會是 device的 你自己裝置的一些 可能 mac序列之類的 那 這個待會我會 簡單的講一下 那 但基本上 你基本上 你的 Rand.c的 架構會是 一開始先把這些 entropy的sauce 然後把它存到 input pool裡面 就是你會 全部存在一個 一個資料結構裡面 那 那我們 這個結構的時候 我們要輸出的時候 我們會再經過一層 經過兩層的hash function 然後 分別一個動作叫 entropy extraction 就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把它 萃取出來 因為你這邊 取出來的 entropy source 質量可能不一定還很好 那你會再經過一次 entropy的extraction 然後再經過 再經過 chacha20的 就是也是另外一個 Cypher的方式 那 就是把我們的結果 轉轉成說 我們真正用 使用者可以用到的 倫敦的 strim這樣子 但我這些 這邊我之後都會慢慢 講到 那 我們基本上 我們要call rng 在linux的話 就不然你就可以簡單的call dab-lan 跟dab-urand 還有dab-hwrng 這樣子 那 dab-lan 跟dab-urand 這兩個東西 其實還 還蠻相近的 就是他們 他們最終其實會call到 相同的function 但只是他們 他們那些前製作為 跟 要等待的條件 可能會不太一樣 這樣子 那 在dab-urand 我們通常會說 他是blocked的 就是 他對安全性的要求比較高 然後 就是他會等待 就是我真的 rng pool裡面的 quality夠高的時候 他才會去 才會去執行 所以 他會叫block 那 uland的反思就是 他對安全性的需求 可能就沒這麼高 就是他可以做些妥協 然後會叫他 non-blocked 但 non-blocked 我在現在可能有點 就是因為版本更新後 就是 除了他是non-blocked 他其實有點不太準確 對 所以這個我之後也會講到 嗯 所以我就再慢慢來講 就是entropy collection 就是 我們收集 我們收集 這些 這些rng entropy source的 的過程 然後再講 entropy extraction 就是 如果 萃取他們 然後再講 entropy expansion 就是把 把我們萃取出來的結果 然後輸出 輸出給我們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講 entropy collection entropy collection 其實 他以前是用 lfs 就是我們 像我剛剛 秀給大家的committee 這樣子 但 但 就是你們知道 lfs 就有些 安全性的疑慮這樣子 所以 我們現在都用 backe2s 這個critical的hash function 然後 然後 他也被 他也被認為說 其實是蠻夠快的 我知道 他這個作者 他有列出 一些 簡單的比較 就是 就是 那他比一些 我們常見的一些 sha function h function 都還要快 那他基本上 就要去出sha1 但sha1 就是 我們知道他大家 他蠻為人 蠻為人過病的 就是 他安全性已經 在很早以前 就就是說他 不太夠了 所以 在linux核心裡面 就相對用了這個 蠻高 沒有高效率的 blacke2s的 這個 這個hash function 那 諸王剛剛說 他不會有 他基本上 他目前還沒有被認為說 有fs啊 那 在 在核心的code 你就會看到 blacke2s update 這種 這種 function 就是在 各種 add randomness 的source的時候 都會被code到 好 那再講 entropy extraction entropy extraction 基本上 他就是把 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 你會有entropy pool 那 entropy pool之後 因為你不一定 還可以信任他 所以你會再做成 entropy extraction 那 他這邊比較tricky的部分 就是 你在做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兩個output 我就是 我是直接 這邊是直接截那個 linux source code出來看 那 那 你可以基本上 就看這兩個commit 就是 你第一個就是 你會有一個 你會做一個hash function 然後 你會有一個sit 然後 這個sit 然後這個sit 是從 你上一次就是對這個 hash function的sit 然後 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會 他會周而負實的 使用這個結果 因為 因為 back2e2s 就是他也是 也是一個用key的 function 那 基本上 你的key需要不斷的去疊代 置換他 你才可以確保說 你的狀態就是 會比較安全的 所以他在每做 每做一次 entropy extraction的時候 他就會去 替換這個key 那 替換這個key的話 他基本上還會 用 rdc的 或是rdrand 當作一個sort 那 sort他不是 他在 就是 密碼學裡面 他就想成 就是 因為有段要加密的stream 那你就把它 你就隨機加入 在另外一段 隨機的雜錯值進去 然後你就把它混在一起 做為 做為輸入 這樣子可以讓 讓整套系統更為安全 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是第一個輸出 第一個輸出就是 用於更新 你的 你的BlackEOS的state 那第二個輸出才是真正的說 你待會 做完entropy extraction的時候 要來做entropy expansion的輸入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我們之後可以來做 最後的entropy expansion 那 entropy expansion 從 我們就會 我們就是拿前面做的entropy expansion做 做出來的30 bytes的一個output 然後 然後 我們就用一個 用一個簡單的cha-cha團體 那它也是一個 String Cypher 那 這邊它做的過程 也像entropy expansion一樣 就是 它不斷去疊代支援的 它的當前的 xstate 所以它這邊也做了一次 就是它會先取 first 最先輸出的30 bytes 然後去做 去做 state的更新 然後 之後才做 我們真正所需要的結果的output 然後 分析其實還蠻 還蠻簡單 就是 就是 你看你的lens多少 如果你 如果你lens還很多的話 那你就把它當作你的說出 那如果你小一的話 那你就 揭取你所需要的部分就好 對 然後接下來就來 介紹一下entropy source 就是各式各樣的entropy source 然後 我當然我這邊不會全部卡不到 因為 隨著時間 時間的更新 就是 它entropy source 有越來越多 就是我可能介紹一些 比較簡單 基本 或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跟大家介紹 那 add device of randomness 就是 就是你entropy 會想 防一些你一些 裝置本身的一些資訊 可是你的 Mac address 或是16 number 然後 但這些 通常被認為說 並不會對entropy有太大的 實質上的幫助 但 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都在 就是 它不會 就是 它不會對你的entropy 做出不得貢獻 但 但它也不一定會有用 但它就是 至少當作一個 簡單的初實質來參考 但 這種 這種東西對 你沒有太多 input source 它其實還蠻有用 就像你跟一些 簽入式系統 簽入式系統的話 就還蠻有用的 因為你 它不一定會常常接受到 太多外接的 input 這樣子 那 另外一種比較簡單的就是 A-imput randomness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 我們今天滑鼠做一個動作 或是 你鍵盤打 那 它都是一個算人為 輸入的 entropy 這樣子 那 那 另外一個 算是 比較重要的 entropy source 就是 我們在做 interrupt的時候 所加入的 randerness 那 那 每當 在call interrupt handle的時候 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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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就被call到 然後 它就被認為說 是最主要的 entropy source 那 我曾經做過一個 小實驗 就是 我 就是 在 就是 我一樣是重寫核心 啊 我就讓它 新增幾個 State manbill 然後 就算說 每個function被call到的次數這樣子 然後 我就隨便記一下 就是 我隨便操作 操作一下我的電腦 然後 算一下它 每個function被call到的次數 然後 我算起來 就是 interrupt randerness 主要被call了大概60% 就是 跟其他比起來 它總共要被call60% 其實還算蠻多的 不過這個 其實沒有太多的 太 太準確啦 就是隨便 隨便做一下一個小實驗 就是讓我 讓我心裡有個底說 這個 它常被call到 那 那 這個 這個 entropy 它除了 有它的 irq 就是它現在 被call到的 interrupt總類 它 比較主要的 它有一個random gate entropy 這個 function 這個random gate entropy 這個 function 你可以先把它 其實 常常會被它 expans 成一 就是 現在也 timestamp 不過它是 比較high resolution的 cpu clock 對 然後 但也因為 我們在做interrupt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這件事情 耗掉我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 它會被先加進一個 face pool 裡面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其 其他 它 interrupt這個 entropy 跟其他的不一樣 就是 它有自己 尊學不凡的一個face pool 那 它face pool 它 用一個簡單的 spatch function裡面 處理完之後 再加進face pool 那 經過一些 interrupt的 收集完之後 我們就會 qs up 然後去嘗試 dump這些 face pool的 entropy 然後去 進去我們主要的 entropy pool裡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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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介紹 介紹那個 比較酷 然後也是比較近期 才被加入的 entropy pool 叫做 linus jitterdance 喔 我打錯字了 這個應該叫 這個應該是x 不是x 這個linus jitterdance 其實還 還蠻選的 就是 我剛剛說的 為什麼 Ulandon 我不能說 它現在是 nonblock 就是因為 這個linus jitterdance 的加入 就是因為 linus jitterdance 它是一個 很快速又很多的 entropy source 所以 我就 之後就讓 覺得說 Ulandon應該可以 在確保一定 怎樣的情況下 也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 先 讓linus jitterdance 給我們 夠多的entropy 之後再給我們 Ulandon 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妥協嗎 就是一個權衡 那 linus jitterdance 在做什麼呢 基本上 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 因為 它在 二綠 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太多的entropy 就是你可能 每次recede 或是 甚至你從 從開機 從 從Initial 整個RNG的時候 你不會有太多的entropy 所以 你就嘗試想要 做些什麼事情 不是乾等在那邊 那它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簡單 這麼常 這是從它那邊的source code 拿出來的 那 它做了什麼呢 它做了 就是 你 你做兩次 random gate entropy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 你去看你現在 電腦裡面的 CPU clock 那 你就連續做兩次 然後 把 把這個值相減 然後 它就是一個entropy了 這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懸 不過 這個 Linus J.Dance 就是 這也算一個 它是主要作者寫的 然後它要整理一份 它自己的結果 就是 就是它 它做出來的實驗大概 就長這樣子 就是 它基本上還是有些隨機性可言的 然後 不過 不過當然它不只是做這些 簡單的事情 它基本上 在後面 它還會做一些簡單的 health check 這樣子 就是 因為你 你可以做很多次 你可以做 你就可以有 收集很多很多很多的 Linus J.Dance的entropy 所以它就是像這個 entropy海戰術 就是你有夠多 過多次的話 那你就可以確保 你有一定的質量 你就可以從 大便裡面挑出你的黃金 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個 比較 獨立出來的 一個 interface 那 它就是 DAB HWRNG 我前面有秀到 那 它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跟前面的 Randon跟 Urandon都 都不在同一套架構裡面 它就是一個 純粹的 interface for hardware driver 那 它基本上你 電腦裡面如果沒有其他的 額外的 TRNG Device的話 那 這裡面通常都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你可以去 call call這兩段東西 rng available就是 就是 秀出你現在電腦裡面有哪些的 HWRNG 可以用 然後 rng 可能是你現在正在用的 HWRNG 那 那 你不然可以去 去找 Ninert核心用到的這些 call 那基本上它會就是 各種不一樣的 硬體 的 the driver 這樣子 那 它裡面做了什麼事情呢 它裡面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 去檢查說你 拿 你現在的HWRNG List有沒有 重複的名字 就是 你問今天 已經有一個 intel的HWRNG 那你就不能再加入新的HWRNG 那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去檢查說 你現在的 你要加入這個rng的quality 我比現在的rng的quality還要好 如果 如果是的話 那你就把 現在正在用的rng 換成一個新的 對 然後 最後最後 再 再加入一些初期的rendernis 就是 也是從這個 driver裡面 read的一些東西出來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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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好使做 就是 你其實 你就算沒有自己的硬體 你也可以嘗試 自己手動寫一些driver 然後去做一些implement 那 在這裡的話 你基本上就可以 你就可以寫一個簡單的struct 那這個struct裡面 包含了 這個你要用的這個 HWRNG的名字 然後還有包含 傳一個他要用的 綠的function pointer進去 那 你基本上在 initial你的driver的時候 你就去call 剛剛講到這個 HWRNG的register 然後把你 要用的struct傳進去 那 這個 這個綠的function其實 甚至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簡單 在這個 我就是 我就簡單做一個最簡單的嘗試 就是 我就全部傳0 然後 這邊的話 你就不會得到任何的說出 但 但這個東西是可以用的 它是可以walk的 然後 因為 你可以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去讓你的HWRNG 去傳入你的 WRNG 跟WRNG裡面 那他對entropy 其實也不會有任何的傷害 對 只是 會拖慢一點速度 就一點 當然 你也可以做一些 其他很好玩的事 像是 我們剛剛 提到有 RDRAN 那RDRAN 它其實是一個 CPU的指令 那 我就可以直接call inlight assembly 那我就直接從 從CPU的 extraction裡面 去取出 我要的隨機 隨機速出來 然後 把它做 把它做 你driver的output 這樣子 這台其實 你有各種各種 你可以去 嘗試implement 你想要的 隨機速的 演算法 然後 然後 你可以用你的 testrngtour 然後去測試它 就是 我在做實驗的時候 常會用到就是 rngtest 跟 ent這個指令 那 基本上 他們都可以給出一些 不錯的show 像是我這邊 就簡單 簡單show一下 就是我 就是 就是 這是我用一個x虛弱的 rng 演算法 做出來的 entropy 那 它會給我一些 給我一個 entropy就是我多少 然後 它會給一些 一些簡單的 統計 統計結果 這樣子 那基本上 你在這邊就可以把它 跟 你 這個 我們忘記放上指令 這個是 它這個是 真正的 就是 linux rng出來的 那個 dab 出來的結果 那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跟它 互相比較 就是說 我會發現其實 我這個 我自己寫的這個 它其實還蠻不準的 就是你看它 拍算出來就 2.98 對 但 我可能這個 採量率還不夠多 它只有3.11 那就是一個 我覺得 從HWRG算是一個 大家要蠻好 入手的嘗試 就是因為它 夠簡單夠小 然後 大家也可以玩 不過整個 其實 整個 Linux的 倫等架構 其實它算是一個 短小而精美的 就是它 它行數其實不會很多 它實際行數 其實不到1000行 可是 它卻有很多的 commit 就是它不斷在改進 然後 我覺得算是大家一個 比較好 入手消化 可以去做一些 改進嘗試的一個 落門的好媽祖這樣子 對 那我今天的分享 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覺得那個 隔壁區塊店那個track 他們知道這Key Generation的人 應該聽聽 聽聽這個talk 因為他們產生Key的randomness 也是從這邊來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 欸首先 痾 prng的sudo 的p 是不發音的 它唸sudo 不唸p-sudo 然後 我剛剛有表演唸成p-sudo嗎 對對對 然後 linux的名字 唸作linux linux 就是從linux的名字來 它 它不唸作linux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在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就是 其他 其他人在講說 他是不是講 如果是他發明 應該要用他的名字 反正就是尊重 對 然後 呃 在這個議題上 HWRNG跟 Random還有URandom 通常是拆開來看 因為一個是系統的prngpro 另外一個是 就是接硬體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玩 呃 True Hardware Random Generator的話 通常如果你的電腦有TPM的話 TPM本身有帶一個 那你可以直接拿來玩 就不 不需要說什麼 晶片組的資源 這類的問題 對 然後 前面講 就是Random跟URandom的差異 這個其實在 換到 XX20那個架構之後呢 就是整個概念都不一樣 Random Random跟URandom 在開機完成之後呢 是沒有差異的 那 唯一的差異就是說 在開機的過程中呢 在他的 entropy pool 還沒有初始化之前呢 你用Random 他會擋你 他會不讓你使用 還沒有初始化的 entropy 那URandom不會 那就是 後果自負這樣子 對 那 那 後來有一個 get random的 這個 system call 他算是 原本從 openbsd裡面來的 那 他是 你不需要去開一個 device 他會直接用system call 去抓 抓一個 random的指出來 那 他有flag 可以選 就是 他的man page 就寫得蠻清楚說 兩者的差異在哪裡 這樣子 對 大概這樣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TPM加入的時候 我離開kernel 工作已經正... TPM目前就是space的界面是什麼 有人知道 TPM認證 他有 有一個character device 然後 TPM應該是有一個character device 然後 除此 那個character device 讓你 存取 TPM本身 就是什麼 key generation key store 那些功能的 那 rng的部分 他有另外一個driver 就是你有把它揉進去的話 就會生出一個 rng0 或rng1 或什麼的 所以 TPM的 hardware random generator 他是 就是分開一個driver 對 但他 users的界面還是 一樣的 合理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掌聲 謝謝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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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